曾经危震一时的汤米·希尔比 这次确实怂了 到底是何方神圣 让汤米竟然在伯明汉的地盘上下跪 上一季汤米为了保护家人 把所有人送进了监狱 行星前 汤米拿出跟国王交涉的信件 就毁了一家人 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家人 不理解汤米的出卖 所有人都离开了希尔比家族 过起了与世无争的生活 但一封信的到来 打破了这种瓶颈 大家都收到了来自纽约黑手党的信件 原来汤米为格雷斯复仇时 干掉一个老头 但约翰心软放走了老妇人 老妇人回到米国 找到大儿子卢卡 这封信就是卢卡跟希尔比家族的宣战心 汤米赶快给所有家人打去电话 同时汤米还发现戒备森严的家里 竟然混进了一个陌生面孔 半掉杀手后 汤米让手下的兄弟都配了枪 并且让麦克去通知家人再次重聚小希斯 但感到约翰家时 却遭到约翰妻子强烈的反对 他不信任汤米 更不信有什么黑手党 中场间所有人都没注意 门前停了一辆车 这时杀手跳了下来 约翰第一时间发现杀手 为了保护妻子开枪迎战 约翰身亡 麦克也身受重伤 曾经无法无天地踢刀党老三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亚瑟悲痛欲绝 希尔比家族暂时放下了对汤米的惩戒 再次聚在一起 约翰的葬礼上 作为大哥 亚瑟送了约翰最后一程 在这分别之际 不远处的黑手党再次出现 汤米貌似感知到了杀手的存在 下一秒 杀手竟然被干掉了 另一个杀手听到动静 也被一枪干掉 听到枪声 希尔比家族惊恐不已 原来长矛是汤米过来保护族人的 汤米把约翰葬礼当作诱饵 这引起了玻璃的几度不满 这注定是一场不死不休的复仇之战 长矛包汤米不光是为了钱 还想倾用汤米的权势完成儿子的梦想 汤米根本没把他当鬼事 寻思找个原职业拳击手打破他的梦想 但却令汤米大叠眼睛 这小子仅用四拳去搞定了专业的拳击手 汤米一看这小子骨骼惊奇 是一块赚钱的材料 报仇期间也不忘圈钱 不愧是希尔比家族画石人 汤米再次联系上汤老师 因为汤老师手下有众多优秀拳击手 汤米想用这小子和汤老师手里的拳击手来场对决 一方面满足长矛的愿望 另一方面还能大赚一笔 而此时罢工事件闹得不可开交 亚瑟听闻找了把小锤子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就准备去镇压 结果刚来就被扑了一身 刚把这帮人赶走 黑手党的人却再次找上门 但亚瑟看清后掉头就跑 在工厂内亚瑟运回到杀手身后 给他来了个小池四十 捡几项等待另一个杀手的出现 两次的刺杀失败让卢卡一场愤怒 手下这时提出一个想法 在伯明汉也有一个同样憎恨亚瑟希尔比的女人 她儿子死于跟亚瑟的拳击赛 亚瑟心怀愧疚一直很照顾她 这天女人邀请亚瑟来到家里 汤米看出这是个陷阱 所以带着兄弟们在外面等着卢卡的到来 大战一触即发 但卢卡的车子竟然掉头要跑 原来这是卢卡的掉虎离山之气 他的真实目的是医院的迈克 卢卡干掉守卫找到迈克 迈克被吓得瘫坐在床上 汤米带人急忙赶到 迈克却说卢卡枪牙活骗过了汤米 但汤米的眼神貌似洞悉了一切 原来玻利曾找过卢卡 为了迈克的安全 他竟然答应卢卡出卖汤米 汤米回到公司 马上打电话给长毛 让长毛在半路举击卢卡 长毛不负众望 在桥上捕到了卢卡 但卢卡借机驾车逃跑 卢卡损失惨重 打电话给玻利 用迈克威胁他 玻利担心迈克的安慰 马上查看了汤米的日常安排 这天汤米一人外出办事 却不知已经被卢卡一行人跟踪 卢卡一路尾随汤米 下车寻找时 汤米已经来到楼上 这里早就准备好了武器 汤米对着卢卡等人 就是一顿扫射 原来玻利并没有出卖汤米 而是来了个叠中叠中叠 汤米早就预料到了卢卡的行动 所以机关枪早就预备好了 汤米子弹打光 开始了追逐战 面对人多失重的卢卡 汤米准备从侧门逃跑 却碰到卢卡手下 刚要逃走的汤米再次被卢卡追上 两人准备来一场光明正大的一位一对决 警察这时赶到 打破了这场对决 汤米不顾警察的劝说 大不留心的离开了 再次失败的卢卡找到汤老师 拳击赛开始 亚瑟一直盯着对面的教练看 总觉得不对 但汤米却认为是亚瑟喝多了 无奈亚瑟自己追了出去 却被卢卡的手下用细丝勒住 正要补枪时 汤米赶到 在走廊找到另一个杀手 汤米把怒火都发泄在了他的身上 然后汤米走向全台 曾经叱咤风云的希尔比三兄弟 现在只剩下汤米一人 在亚瑟的葬礼上 卢卡妈妈举白旗前来 士族仇杀已经结束 老夫人要求汤米把所有产业交出来 第二天 卢卡带着手下 准备接管希尔比有限公司 汤米慌慌跪下 但眼里却透露着自信 原来汤米联系上了 当时的黑帮大佬阿尔卡鹏 卡鹏也想进军纽约的斯九生意 而对手正是卢卡 所以一无所有的汤米 投靠了卡鹏 现在卢卡身后的手下 都被卡鹏收买 卢卡愤怒的掏出枪 两人扭打在一起 这时亚瑟竟然走了进来 原来当时亚瑟只是受伤严重 亚瑟配合汤米演了一出戏 给卢卡看而已 亚瑟毫不拖泥带水 一枪解决了卢卡 汤米也再次找到汤老师 两人的恩怨也是时候有个了结了 麦克也因为选择站在玻璃一边 被汤米安排去了米国 而希尔比家族也彻底走出了那条黑色街道 走出了脏乱差的小西斯 好了 我是楚门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 继续带来一血黑帮第五季